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题经常是按什么 按清单计价规范来出题 而你们记住 有些工程造价的基本概念等等来讲的话 它简单的一段而过 重点是什么呢 考你就是清单计价 所以大家看一下 清单计价我们先看 规范中描述的 它有这样的几个性质 简单看一下 强制性 统一性 完整性 规范性 竞争性 法定性 这几性 六性 好 接着我们再往下走 看一下呢 清单计价的适用范围 这里我们说一下 所有的国有工程 也就是说现在不分了 所有工程现在都强调什么 采用清单计价的模式来进行 它包括了工程的每一个阶段 都要采用清单计价的这个模式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清单计价 清单的构成 以及编制要求 这里第一个考点 大家记住 工量清单的编码 是用12位阿拉伯数字 进行一个组合来确定 没办法 这还你真得记 一二位表示是专业工程代码 三四位为附路分类顺息码 五六位为分部工程顺息码 七八九为分项工程名称顺息码 十至十二为清单项目名称顺息码 其实好记 从小到大 来走也可以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接着我们强调什么呢 大家注意的就是 采用清单模式 进行工程造价的计算时 它上来就给你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工程的造价 它等于什么 三大项费用 分目分项工程费 加措施费 加其他项目费 乘以一加上 归费率 记住是归费率 它告诉你归费取多少 加上一加上归费率 然后再乘以一加上税率 就构成了整个的工程的造价 就这费用 那么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它这块介绍是一个重复的工作 它上来介绍的就是 分目分项工程费 措施费 还有其他项目费 它都涵盖了什么 五要素 哪五要素 人 财 鸡 旗管费 和利润 这五要素构成什么 一个项目的综合单价 如果你在知道这个项目的工程量 二者相成就构成了这个 某一个项目 它的工程总价 这个综合单价 你们记住 它涵盖了一定的风险费 是含在里面 也就是说 在你做每项工程的时候呢 正常的冬雨季 正常的二次搬运等等 产生的一些费用 都含在里面 这叫做风险费 它不是无限风险 记住它 然后 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范围 它介绍一下 国际通用的综合单价 它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国际通用的综合单价 也涵盖了归费和税金 它叫做全费用综合单价 所以考检就出来了 他问一般的工程 综合单价指的是什么 人才及期管费加利润 而全费用 综合单价包括什么 包括了 归费和税金 区别就在这 好 我们继续 大家看一下呢 第二个 措施项目费 记住 只要一提这种 这几个分项 或分不分用 它都涵盖了五要素 措施项目费 书中列入一个单子 就告诉你 这个这个单子呢 就是通用的措施项目费 都包含哪些项目 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包括什么呢 安全文明施工费 你记住 这个费用是任何一方 不能把它作为竞争性费用 还要包括什么 夜间施工 二次搬运 冬雨期的施工 大型机械的设备 进入场 就安排 施工的排水 降水 地上地下的 临时保护设施 等等等等 都属于什么 通用 措施费用 要记住 然后接着 再看一下 其他项目费 那么 其他项目费 这里面 大家看到了 它包含几个费用 我要做个简单的解释 其中有一项 叫做战略金额 那么 什么叫战略金额 就该工程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 还有呢 就什么 工程签证 就说 合同之外 又发生了一些项目 这叫工程签证 这些钱 就属于战略金额 一句话解释 只要工地 没有发生这个项目 这个战略金额 一直归 谁 归于建成方支配 注意这点 由此产生的考点是什么 大家在合同款 预付款的计算中 和起扣点的扣款中 只要是出现了战略金额 你记住 比如我描述个例子 本合同的总价是5000万 其中战略金额50万 预付款的比例20% 这个计算你就明白了 怎么计算 5000万减去战略金额50万 再乘以20% 就是预付款 而起扣点计算也是这样的 比如合同总价是5000万 其中战略金额100万 职保金3% 那么这时候 在计算起扣点时 也是要把这5000万 第一 减去战略金额 然后减去职保金 再乘以那个比例 算出起扣点 所以战略金额在这块的考点 就是出题方式就这两点 挺大家注意的 第二个 什么叫占估价 占估价就是该工程 一定会发生的项目 但是专业性极强 可能要另行招标 或者设备要另行招标 比如说 这大楼有四部电梯 我们就定义这部电梯 每部电梯假定是100万 那么占估价就是400万 等你确定好厂家 电梯的品牌类型之后 才能最终确定这个价格 这就是占估价 占估价一定要算在合同之内 考题把这支页就加上了 听我描述 合同总价是5000万 其中战略金额50万 战估价100万 预付款20% 怎么计算 加上这支点是个障眼法 就考你概念 只减去战略金额50万 不要减那个占估价100万 他要自此之中算在合同总价中 要清楚 好了 其他的费用就简单了 就是包括什么呢 配合费 等等内容都包在内容 总包的 他叫什么 总承包的服务费 你是总包 整个的施工现场的道路 包括缴手价 包括全职计设备都是你做的 所以分包单位要给一定的什么 服务费用 这个服务费叫做总包服务费 我们工地有叫做配合费 都必须要提供 好 这是其他项目费 然后 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 规费项目 包括什么 工程的排污 工程定额 然后税金 税金包括两项 一个是增值税 一个是附加费 教育成事的附加费 我们说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增值税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就忽略了 好像问我 一说增值税 那附加费往哪去了 你看去年的版本 他就不提附加费了 再一看经济书 他把附加费放到哪了 放到企业管理费里去 严格的说 附加费单独拿出来 它是一要素 必须要给的 必须要交的 所以大家这里说一下 除了这三大分布分享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和其他项目费 它包含了五要素之外 剩下就是归费 然后呢 税金 增值税 再一个就是附加费 就构成了整个的全费 这概念一定要清楚 然后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清单计价的基本步骤 了解一下 箭头所指的 你作为一个项目经理 一定要看 熟悉清单 研究招标文件 记住 一定要熟悉图纸 踏看现场 了解一下 在清单里有没有漏像 图纸中有没有什么漏像 或者有什么错像 你记住 图纸如果有错像漏像 清单一定不准 要特别注意 这我们强调 必须要仔细的看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发现了图纸有漏像 还有错像 你马上就要查 它清单一定漏掉 这时候怎么办 你作为项目经理 发现这个问题了怎么办 在投标过程中 在答应会上 你说不说 按照基本常识 答应会上 你要提出来 你这个图纸 哪块错了 哪块漏了 清单不准 但是很多有经验的项目经理 就什么都不说了 他定一个什么 站着目标了 这个工程我一定要中标 等我中标之后 我再把这些事情再提出来 这块图纸 你漏像了 这块应该增加了 这块错了 要调整 你看这就是策略 而作为发报方来讲 图纸是否完成准确 直接制约了清单是否准确 所以 作为发报方 一定要注意图纸的完成准确 作为承报方 要仔细看图纸 要发现问题 否则你要吃亏的 这我们强调的 看这个步骤 看似很简单 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往下走 就是清单 计价工程中 他明确规定 什么呢 所有的综合单价中 涵盖了一定风险 不能采用无限风险 好 什么风险都加上 不可能的 一定风险 正常的冬雨季 下雨 引起了这种费用增加 它含在风险里了 而国家法律 规章政策变化 不可抗力的产生 不含在这个价格里 要有建策方式支付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考点了 你看这块简单的描述 考点就出来了 听我描述 某工程 施工期间 正值雨季 挖方 验槽过程 结束之后 泡槽了 下雨泡槽了 对泡槽引起的各种修复费用 谁出 你很快的明确 雨季施工 我们的报价中涵盖了 这个风险 所以泡槽清理的费用 一定是施木方自离 不能再额外提出了 那么我提改一下 在雨季时空期间 某天遭遇了特大的暴雨袭击 不一样 产生了泡槽了 这时候呢 清理修理费用 应该由建策方支付 所以大家记住 所谓的不包括的无限风险是什么 不可抗力 你们记住考记中描述的特大的暴雨 或者引起洪水泛滥爆发 当然包括地震了 这些呢 都不搬还在报价里 要单独的提出来 这是我们强调的 这一点 然后接着 大家注意呢 在招投标中 你看他这里的不写招投标 他只说什么 就于发标方 根据图纸 根据现有国家规范 在招标控制中一定要提出招标控制架 随着文件发出 而这个招标控制架编制的依据有如下几条 很简单 国家相关的规范 依据设计文件 图纸 资料 等等 这招标控制架 然后我们强调一下呢 招标控制架 记住一个 任何投标一方 你的报价绝对不能超过招标控制架 超过了这个标 不接受 一般为费标 记住它 那么招标控制架 不能任意更改 和你将来当时的实用的预算 不能任意更改 你要更改 或者上幅下调 一定要经过什么原审计部分的同意 注意这点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措施费 那么措施费 你们注意看呢 在这里强调有什么 里面有一个一大项 安全文明施工费 这个费用 我们说过 任何一方 都不得把它作为竞争性的费用 但是允许降低 降低的幅度多少 多少呢 就当地造价部门公募的 总价的90% 注意的 我们把这点说一下 这块没写 写了 就这块写的 就是 注意的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就是清单计价 这里面的 谈到的一些基本内容 我再次强调一下 清单计价的构成是 实际上是八要素 人 财 机 旗管费 利润 再加上 归费 再加上增值税 再加上 附加费 把这块程序了解清楚